什么是是非 你问我 我要问你呀 什么是是非 是非一定有标准了 标准太多了 像我刚才说话的 小学生有小学生的标准 中学生有中学生的标准 大学生有大学生的标准 在佛法里面 绝对的标准 是与信德相应的这叫是 与信德相违背的这叫非 那是绝对标准 那如果我们在现前 现前也以法律做标准呢 那一切祸罚的是是 犯罚的是非 以我们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它也有章程 也有规矩 讲堂有讲堂的规矩 这个摘堂有摘堂的规矩 那一边图书馆有图书馆的规矩 守规矩的是是 不守规矩是非 所以 这是非这个标准呢 一定要看什么时候 什么处所 对什么事情而言 是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